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 46亿年前 数百颗新生的行星围绕着新的太阳开始形成 其中包括金星和地球 它们的质量、密度等自然条件非常相似 因此被称为姐妹行星 当它们为太阳旋转时 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行星的形成就像一场毁灭性的赛车大赛 在比赛中 赛车在一条赛道上以不同的速度前进 对于行星来说也是一样 它们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轨道绕着太阳旋转 有时这场竞赛中的行星会变得很暴力 你会看到这些巨大的物体以很高的速度相互撞击 这真的非常激烈和混乱 释放出的能量是巨大的 就连地球上所有核武器加起来都不能和它相比 最终在这场混乱中形成了我们称之为行星的巨大物体 但两次壮观的碰撞 使这对双胞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就在那一刻 它们进入了现在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当火星大小的物体撞击地球时 分歧就开始了 冲击使地球旋转的更快 低核也随着它旋转 在地球周围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磁场 这个能量场抵住了太阳辐射中最恶劣的部分 大约在同一时间 金星受到了另一颗幼年行星的正面撞击 这个撞击解释了金星的一些怪异现象 实际上金星一直在错误的方向旋转 其他行星的自转方向都是顺时针的 只有它一个与众不同是逆时针的 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物体 让金星停在了它的轨道上 并开始向后旋转 那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巨大装机 你想一想 需要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的尺寸 才能改变一个行星的旋转 但是金星的后旋速度很慢 比地球的速度慢了243倍 由于没有快速的旋转 金星的核心无法产生强大的磁场 它不能抵御来自太阳的致命粒子流 因此遭受太阳风的猛烈冲击 两颗行星的故事此时从根本上分裂了 金星将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剧烈大气中被烤熟 而地球将孕育出海洋生命和智慧 你对金星的旋转方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天文的小知识 记得关注我们哦